目前水稻田二期收割完毕 在等待农历年后春耕的空档时间 不少的农民是施洒油菜花做绿肥 不过在新城乡嘉山基地旁的水稻田区 整个红成了一片 引来了民众好奇纷纷的拍照 仔细一看 原来是水生蕨类植物满江红 农民表示满江红具有极强的固碳力 有肥田的效果 是水田优良绿肥的作物之一 而且收割完毕水稻田 此时不少农民会施洒油菜花等绿肥作物 来为休养生息的土地增加地利 不过新城乡嘉山基地一旁的农田 唯独铺上了一张红地毯式的一个整个红 引来民众的好奇纷纷拍照上传社群网站 之前都种菜 去年他开始有挖这个水池之后 就种植物长出来 平常看到会不会觉得好像被污染这样 会不会觉得 没有我第一次看到长满的时候 觉得好像一片红地毯这样很漂亮 很漂亮 这是水生蕨类植物满江红 生长不易环境的时候 植物体质原来的紫绿或绿色 转变为纸红或红色 因此在生长养殖池水面会呈现一大片红色满江红 平铺在水面上非常严厉好看 早期没有化学肥料的时候满江红是一种满江红是一种绿肥植物 它会把空气中的氮固定下来 所以它是很好的氮肥的来源 那以前的话在自然的水体也都会有生长的状态 那慢慢的有化学肥料之后又有沙草剂 还有一些水分管理的关系 所以在自然在农田里面就数量越来越少 也比较少看到 最近那在两三年前呢 就有在想说是不是在宜兰地区 尤其宜兰地区二期做水稻都不种嘛 所以他们水田都是用蘸水修根的方式 那蘸水修根之前他们会先种其他的绿肥 像田津这样的绿肥 那修根 田津长大之后他就把它翻到土里去 然后从时就进水 那所以田津它的去改良土壤的效果 因为进水的关系养分也都流失掉 也没有很好 所以我在想说在 在那个宜兰这样子蘸水修根的下半年的期间呢 如果可以利用这个段期间的太阳能来生产 就是种植满江红 那也可以节省化学肥料的食用 农民表示满江红也是水田优良的滤肥作物之一 它具有极强的固态力 有肥田的效果适合有机水稻田区 满江红生长迅速覆盖农田表面遮光 可以有效抑制水稻田杂草滋生 减少除草的工作 记得终于先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